2022年 大家好,嘉賓繼續在這裡 講回他回到香港後 你繼續練習《地藏經》 你如何接觸到ADA? 回到香港,頭一半年都很勤力 每天都有練習,一個禮拜練一次 因為工作忙,我轉了行業 我做了金融 一路接觸其他事情 我知道有鬼神,拿了信這件事 但我拜佛也有善信 大時大節是否去保蓮子,拜佛 你先找了高人看你的辦事 因為我也相信明理 因為我們做的行業都很順 想運氣好一點 我們在大陸找了一個高人 他看那些明理很厲害 有一次跟我說 你去佛指導住 兩天,兩天,三天,三天 那你的運氣會好轉 否則你將會有車禍 噢,都很大 他一看到,他直接說車禍 那個明理師傅又想要 他又不是用什麼八字 不需要的,一坐下給首長看 他就在紙筆中 或者十字符號 不知算什麼 你不懂得說話 他會說話 告訴你 根本說話 就是我想問的 這件事 十幾年前 這件事也說 說工作 說什麼問題 因為有什麼問題 是導致的 然後你就要解了 這件事 解就是去佛指住 他說去佛指住 我當時說 哪裏有佛指可以讓你住 在香港有點難 在香港真的有點難 因為周圍問朋友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說 你去寶蓮子問一下 那裏可能 他在拜佛 看到有些好像給和尚住的 不知事順可不可以住 七天那些 然後我打電話寶蓮子 原來他說 逢是有法會 那些什麼水忏 不知什麼法會 那些可能十幾天 那你就可以給個幾百元 就可以在那裏參與法會 可以住的 OK 那這個OK 這樣就去住 那住了兩天兩夜 那住完之後 感覺 工作就順心了 明顯運氣好了 因為我們的行業很敏感 運氣好和運氣不好 我們是差天拱地的 那是 拿了一個day high 沽了一個day low 沒錯 就是這樣 那頭都暈倒了 之後 偶爾之後 我就有時間 或者那時覺得有需要 那我就去住一兩天 一年可能也有一次 噢 充電 沒錯 我的感覺就好像充電 我感覺到在那裏住 我會把我一些不好的氣場甩掉 我感覺到好像沖了涼 然後頭腦是特別清晰的 OK 不知道是不是有食渣 又是正司 加上可能一些業力 又燒 即是燒減一點 因為你有做法會 是的 那時候我們每年都有一次 住 可能住冷靜 不可能是住場住 因為都很清晰 又沒有冷氣 又沒有其他 有時候就去住 之後就跟和尚念經 如是者就過了幾年 我覺得很神奇 但避開過了車禍的事 沒事發生 避開了 因為我很緊張 因為那個師傅在東莞 大陸人是師傅 我一住完兩天 那個禮拜馬上去找他 又問他現在怎樣 他看見我 其實他有很多人 那時候他派醜 因為有六十之醜 那六十之醜是排隊的 派了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他也收不貴 好像收一百元二百元 那派了就沒有了 我試過朋友不想排隊 找人打尖 打尖 又試過跟師傅說 我三萬元和你預訂 他說不行 他是這樣的 OK的 之後我再找他 然後看一看他 沒問題了 沒事了 你住完 他馬上知道 我想問你怎麼可以知道 可能你去完佛寺 做了些事之後 你本身有浸江 然後他就說不用問了 他就說可以了 我有去問 他就說可以了 不用問了 你這些問題都不可以解決 即燒了業障 你可以了 下一個 即是沒有了 即是百多元 但你也知道要付錢 我沒有收過錢 第二次沒有收過錢 那不錯 沒有看東西不收錢 那不錯 真的很有原則 他有原則 因為他在當地也有些名氣 我一個朋友介紹 他就說沒事了 真的沒事了 那如是姐真的沒事 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我只是由他 得知原來 有空在廟裡住 是可以的 即是你本身有業力 或者有些什麼 或者有些冤親債主 你住了之後 障礙 除了障礙 或者你參加法會 那些祖先可以扶持你 然後你搞定了之後 你怎樣接觸Ada 然後他已經過了很多年之後 他有一個朋友介紹 因為Ada是做那些祖先 問東西的 那些 那我朋友問完 又覺得他很好 那你試試問一下 那我抱著一個好奇的心態 去問一下 那我認識Ada 那他跟我查我的祖先 我通常要知道那個姓氏 我什麼都不需要知道 其實我們的家族是一個族譜 幾代幾傳 好久的 我都沒有看過很多年了 那他就查到我的祖先 是一個官來的 在我們祖先裏面的群體裏面 力量是最大的 因為下了土葬 還有那個墳要漂亮才有力的 對 因為我只知道 我們祖先裏面的墳 已經被割為古蹟 在哪裡 在潘如 不知道是二級古蹟 還是什麼 國家歷史 超過一百年了 那時候有個皇帝遇賜 不知道是什麼 很大的 因為每次拜三都會拜 皇帝遇賜就是做官 我們是從聖的 是官來的 好像是異品官 但我就不知道是清朝哪一個皇帝的官 我只知道我爸爸說是官來的 是武官來的 打仗去的那種 那他跟我說是嘉慶連姦 我都不知道 其實我自己問過我祖先 嘉慶連姦 我高祖父都是嘉慶連姦的官 因為我有一部份是滿族血統的 那不是同事嗎 可能 是三品 你猜是異品 所以我說是嘉慶連姦 即是他提供你的時候 你就幫他檢查 我會看的 因為他說什麼 我只要翻譯 當時檢查的過程 看到什麼呢 其實每次完結後 其實我很模糊 不如讓Roy自己說 因為太多個案子 然後我查完之後 那好吧 幾個項目 第一個先做 嘉慶連姦 因為當時我都沒有辦法 當時我都沒有辦法證實 我問嘉慶 那就是嘉慶 我都不知道自己 第二 他就叫我誦經 誦地藏王菩 那個菩薩本願經 對 菩薩本願經 他一說這句的時候 我說 又是地藏經 然後我說 他就把那張 地藏那張 圖給我 很大的 他說先兩天 拿到手 我在西方寺剛好 我請了兩張 過了教地藏菩薩的聖像圖 然後他就說 我前世有一世 就是法院唸六百部經 六百部地藏經 那唸了四百多部 還欠百多部 他就叫我唸過去 然後我說 我記得我問過一句 我說 為什麼是地藏經 不是其他經 然後他說 不知道啊 通常我們收信息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和我都會收信息 收一些信息 你不要問為什麼 他說蘋果你就蘋果 他說香蕉你就要說香蕉 很奇怪 他報告都不說是說地藏經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以前在加拿大 就是剛剛說的故事 有個經歷 又是唸地藏經 這次又是唸地藏經 我覺得是不會巧合的 可能在原神驅使 他就說你唸地藏經 跟地藏菩薩的緣分是最深的 對 他就說我跟地藏菩薩的緣分 比其他菩薩都要深很多 他就說好 那又知道多些東西 那他有時間就完成了 然後就查其他東西 他就說祖先的制製 是很重要的 除了祖先做了冤親宅禮 通常我們要做的 因為我們要做的 因為一開始祖先未必有力 你制製他也要一點時間 可能他現在當作是一個普通平民 要制製一段時間 他才會有力量去扶持後人 但要是冤親 令到他好了之後 他就跟我們的狗結不太深 就當作不在門口淋紅油 運勢慢慢升 再加上祖先再升 才可以破格 因為我有一位師兄說過 其實有些功德 你做了之後 沒有那麼快可以報到 你要做一個很大的功德 要沉澱 你才會有一個很快的福報 有時候有些人無端端 你沒有聯武法 他對你很差 有些人你沒有聯武法 或者是不懂 他會對你很好的 有些譬如陌生人 或者有些不太熟悉的人 忽然對你很好 有些是以前你做下的功德 你幫過他 或者很多洗之前放生過一條魚仔 魚仔輪回了一段時間 他回來認得你 你以前放過我的 可能對你好些 或者幫你一把 那些就不是即時的功德 有些大功德 例如有些人 例如有些朋友說的事情 那個師兄就會教你 快點做些功德 讓你有福報 福報教我 才可以幫你做 即帳戶有錢 對 所以有些事情 所以有些善信 也不要這麼心急 當然我們不是有所謂而為 功德一定要不斷做 也不要有什麼目的性 或者有些人就說 為何我做了這麼多功德 我現在都這麼PK 其實有些事情 有句話叫三世業債一世還 即是濃縮 有些人縮短 對 縮短 有些人可能忽然之間 又有病 或者又沒有錢 或者跟女朋友分手 這些事情 可能一次過做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將最快了案 平了帳戶 所以有些人 當你運勢不好的時候 就不要氣餒 繼續做功德 因為當因果成熟的時候 你怎樣都要還 只不過是你還得輕還是還得重 重步輕手 所以你說得對 有時冤親債主就是一個糾結 而且冤親債主好像我們學法一樣 其實冤親債主跟著我 我落法打他都打不走 因為他是拿正牌來追債 你欠我 我追債很適合天經 他拿正牌 但是如果你是誦經 回向給他 我們每天做功課 回向給他 回向眾生 其實他會舒服 最重要就是回向 不要說有些人說 我在家裡唸 或者不停開著報機播經 你會忍耐他來 但你沒有回向 其實念完經之後 我們最後都要回向給十方眾生 讓動生離苦得樂 往生西方極樂 其實可以幫助債主積福 他們會比較好 因為他的帳戶有錢 他也會想走 對 舒服一點 因為他流離在空間 他上不了天下不了地 他也很辛苦 而且他有一個執念 他執念一輕便可以走得舒服 因為有些人 我們之前幾集都說過 他執念只不過是 讓你說一個對不起 你是認錯 你對我不住 或者怎樣 他就釋懷 認識了這樣便可以很輕鬆地走 而且有些人說 那個英靈不夠福布 我走了 我什麼都沒有 或者我會投身去一些很差的地方 我也想黏著你 如果你真的在這裡 你回向給我 我儲得夠錢 那我就可以走 有時候你也要跟他們著想一下 所以有時候真的要還 那我想問你是回去再找個族譜 找我的 那就是家慶 真的家慶 我沒有找個族譜 因為族譜其實 它沒有寫年份 它是寫第幾代 第幾傳 傳下來的 那我就上網搜尋一下 我那個祖先的名字 Google島 因為他做將軍 剛才說他是歷史遺產 Google島 Google島 一看原來是家慶年間出身 何時走都寫在這裡 我便是家慶年間 我便跟朋友說 真的家慶年間 我現在才知道 然後他便祭祀回祖先 因為祖先是顯赫的 所以力量給他也是很好的 其實整個族是最厲害的 我暫時看到的代表 因為他是土葬 還有墳墳也很漂亮 我相信福布夠才能做到解圍 然後他會做葬的地方也不差 而且是遇刺 我老爸是皇帝遇刺 所以後人都能賺錢 幸好你仙祖是頂著 不是你那時打爛的鏡 同時如果是武漲 其實殺業都重 所以其實沒有傷 兩樣東西都要受報 如果殺業重 地藏經不斷唸 還有後人會容易有刀傷 通常因為有打鬥 或者鑄兵器 支持殺業的後人通常容易有刀傷 我們通常會建議 如果真的有這種情況 可能是放生餘素 要保育生命 即使有些人當下聽到的 可能是他的經濟能力有問題 有時候放昆蟲也可以 其實有些法師上山是放昆蟲 因為大量 其實放昆蟲也有功德 但當然我們不是目的去做 他們放昆蟲是要上山 要重經四五個小時才下山 他不是普通倒魚下海 他們做得很足夠 因為有個佛堂的師傅這樣做 有機會下次有些善信 他們因為有個佛堂在新浩江 我也想呼籲一下 其實Roy是重地藏經 他的緣份是六百步 還未完滿 還未中原 有些善信 我們群組發起了 印了三千步地藏經 是手抄版 想在地藏菩薩聖誕 即是盂蘭節那段時間 可以抄棄後 可以化給祖先 或送給祖先 回向祖先 即是我們制製 即是燒衣包給祖先 放在一起化 要看你多少個聖事 因為一部地藏經也要抄很久 因為都很厚 我建議用金色的原子水筆抄 然後我就沒有放在衣包裏面 我通常連衣包一起化 即是分享給這麼多個聖事的祖先 再加上遠近寨主 加持力就強 就不是說我要抄很多部 然後放到每個聖事裏面 即是衣包差不多燒完 即是那時還有火 那時還有飯 可以 所以大家如果聽到的話 有興趣也可以請 我可以在佛堂上 免費結束 好 我有Facebook 即是有一個Facebook page 叫做《講鬼故》 大家也可以上去Facebook搜尋 到時你把連結給我 我可以貼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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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進來看 大家就去那一塊地方見 但不要提示我 因為我沒有空在電鐵站交收 有一個專人去服侍 有專責的人會去做結緣 阿彌陀佛 多謝大家 另外就是我們功德不怕做 還有講開祖先 他當然是去了才祖先 我們剛剛在說 為何那個力量那麼大 就是土壯 土壯的力量 即是殯儀的時候 他是土壯 還有有些人 譬如他死於意外 那些遺體化妝師 也跟我們說過 譬如他跌下來 跌爆了頭骨 他們真的很有心機 用石膏、賭帽 去撐起它 譬如被火燒焦 那些遺體化妝師 當然是被禁止 那些遺體化妝師 那些遺體化妝師 但很多遺體化妝師 都說他們是 現在入行那些 之前那些我們訪問不到 我們聽到朋友說 他們盡量跟他做得 譬如是女士 他也曾經上過丈夫、兒子 看到他很靚靚的 齊齊整整地入簾 那你便跟他整好頭髮 穿好衣服、化妝 然後送他走 現在有很多方式是安葬 因為土地少 沒有一個土壯 我師傅說過 祖先一定要索地氣 索地氣就像我爸爸的年代 離開了三十幾四十年 擺在華俠社七年 然後蓋上金塔 金塔另外也埋在地上 現在開始有海葬、樹葬 有些客人是海葬 你說一下海葬是怎樣 海葬沒有最後告訴我 不過如果早前有在海往生 我會感覺到很冷 不是我身體真的冷 是他告訴我很冷 而他的身體 他的DNA 例如在Roy坐在右面前 他說他會手腳冰冷 其實他的DNA是直接傳送的 我講一個例子 有一個客人幾年前在郭內 有人介紹你找我 其實他講國語 但我勉強溝通到 我記得當時他說他爸爸往生 我想兩年吧 他肥足水腫度是二十磅 即是脹 即是脹 即是他本身是我的上下 他就好像吹波波一樣 但是是水腫 他說一直減不到 如果你的緣起是因為爸爸往生 我就看看發生什麼事 他沒有說他爸爸怎樣走 我只知道是水腫 然後我就說 我感覺到你爸爸在水裡 好像潛水 然後他就說 我爸爸在往生之前 自願地捐了身體出來做無言老師 即是被人解剖的 會在醫院的 然後就會有一個很大的 我想大家可能見過 好像人家的屍體解剖之前 他們會放了一個箱 用藥水浸著 那我就說 那我明白了 因為爸爸現在 其實靈魂還存在 而他直接輸送的DNA 就是後人會水腫 然後我就說 我知道怎樣做 我就在心裏跟伯伯說 不好意思 其實我認同你做這件事是很好的 即是一個很大的功德 因為令到有醫學可以進步 但因為其實 在往生之前 因為我們未必會做一些東西 令到你得到超度 我就教後人一定要做超度 所以後來他就慢慢沒有水腫 因為靈魂的意識 即是他的往生爸爸已經去了好的地方 即是他應該去的地方 而不是停留在某一個空間 對 他停留在屍體 所以我就看到 所以跟水浸著他的藥水有關 對 所以他的水腫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好好處理先人兒的屍體 會不會是因為他是近代 他跟他爸爸 所以影響更加大 沒錯即時 譬如爺 曾祖父那些 那些就沒有這麼大影響 但你那個就是因為你的力量最強 所以就能扶持到你 扶持到後人 因為他本身顯黑 還有功名 但反過來 因為你做將軍 不會打一場仗就升做將軍 肯定很多 肯定很多 所以變成後人也有好也有不好 沒錯 即是苦樂參半 有難有不難 所以就變成 加上你可能因為你前生是有仲經 跟屠殺結了一個這麼好的緣 所以也令到你命不該居 逃過很多劫難 死不去 還有遇到師傅提醒他要少住幾天 是的 否則他未必有這個緣分 就真是意外 對 你跟地藏經都要知道要進去住 其實我們那個緣起是好 你起碼有一個福德 令到有遇到高人 有人去點化你 或者提醒你 其實都是一個 其實有很多事情都是一個緣分 反過來 為什麼你會接觸Ada 其實可能我覺得 一早已經安排你認識到媒介 中間的就是 你那個朋友 曾經接觸他 然後再告訴你 其實各種東西都有 緣起緣滅 有因亦有果 我們今集先講到這麽多 再見 再見